就是在那个 教育里面 会有个叫做保护工作表的部分 保护工作表的预设就是 我可以加一个 密码给他比如说按下 保护工作表 然后加一个密码给他 OK 然后再一次假设我1234 那你会发现这个范围 他里面就保护就不能不能变更 但如果说你今天要设定的话记得你这边 取消取消的话你这边可以 把它再加一个密码要取消 不过你可能要在保护工作表之前要先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个范围全选 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先跟他讲说你要哪一些储存格式要保护的哪一些 保护的话呢你就把它锁定打勾 隐藏的话是隐藏公式 意思说如果你连公式都不要人家看到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把隐藏打勾 OK那比如这两个都打勾 OK我这这些全部好了全部都锁定全部都隐藏 按确定 再来你保护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本来目前是看得到公式对不对 那你把它保护之后 比如1234 你会发现 你游标即便是放在这里 他也看不到 里面的公式 而且如果你点这边一下他会出现说 这个已经是保护了 如果你要看的话输入密码就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他也除非他知道密码 到哪里呢 到这边取消 如果他知道密码可以 但是如果他不知道 随便输入 他会出现什么 密码不服 OK 那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将来用VBA VBA因为这边跨工作表我们就丢公式 如果你用丢公式的话 会遇到一个问题 怎么样呢 你一丢 他会跟你讲说 这边保护了 你没办法写入 所以呢 如果你要配合VBA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 让他 动态的取消保护 像我们常用 我VBA 我先动态的 把 保护先取消 但是里面 我就动态的加上密码 然后呢 把这个状态先解除 等到我 修改完之后呢 最后再把密码再加回去 他一样不能动 OK 这样的话呢 至少我觉得你给使用者资料 你也比较不用麻烦 不然的话 有时候 你给人家资料回来乱七八糟的 那你问他是你改的吗 没有他说你本来来就是 他这也不会承认就对了 最后会有麻烦 你不能跟他变半天 你最后也没办法 只好自己认了 怎么样就帮他擦屁股吧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就想 请你务必要加上保护 因为呢他没有密码 他就不能串改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保护了之后 有没有在办法用VBA 可以动态的 让他怎么样 还是可以执行VBA 不会受影响 这部分我们下一个礼拜再来谈 其他的话下一个礼拜呢 我们还会再来看其他 像黑名单筛选 或者是算那个乐透财 哪一个 号码是 历年来 出现机率最高的 而且甚至可以抓网络资料 把网络资料抓下来马上统计出来 哪一个号码出现最高 然后下课的话你如果经过投注站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买 但不一定中 参考了OK 所以下一次上课的话 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会再 把这些 后面的例子讲完 所以下一个礼拜的话也是要数学函数 这个单元 然后再 下一次就是检视与参照 所以我们把这五大类函数 分别讲完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后面的设计 这个券